昨天我連出了九段影片 都是半台的巔峰 雖然是沒有人看的 但也可以說一下體驗 和移民都有點關係 在移民的過程中 整件事都是很獨立的 現在有獨立的住所 我也未說真正能夠發揮這家屋的功能 包括我的Studio 長期都是拿來打機 現在開始做多些節目 做節目給大家看 第二就是我想看看 在退休階段 可以做什麼的節目 研發當中 過程也挺有趣的 接下來還有一些新的節目會推出 還有自己可以每天精進一下 譬如現在不同的節目 都可以幫助到我自己 有些可能幫助到大家 譬如英文的 我可以英文 自己可以 真的可以順便學一下 做一下節目 看見嗎? 塔羅牌的 雖然沒有太多人看 其實都可以精進一下 對塔羅牌的感覺 觸覺 很多不同的節目 都有不同的感覺 其實現在是真真正正 可以 叫做 隨心所欲的做節目 自從有一個居所之後 我覺得這是移民的好處 你在香港 題材很多 都很容易拍的 要收視都很容易 但是就是 你不覺得自己在做自己的事 你永遠都在做 我個城市要你做的事 城市要你 那條街是很精彩的 你下去拍吧 鴨寮街 雅街 老街 尼敦道 是很精彩的 你為城市而活 在這裏 是很有趣的 在英國 為自己而活 很多時候都是 你只能走這個方向 你為萬城而活 那萬城沒有什麼 讓你拍的 雖然現在看回整個收視 其實是 任何行 其實是挺好的 一拍都會有人看的 但是有時候懶惰 而且天氣越來越冷 你只能夠在室內 做一些拍攝 做一些清談節目 所以來說都很享受 錢就沒什麼了 但是我覺得也是一個訓練 也是一個訓練自己 如何去拍片 保持著拍片 也很了解 很多事情都夠爆炸性 人們才會看 你們都不爆炸性 這些題目 慢慢再去研究 去剪目 始終Youtube裡面的 algorithm是很複雜的 你如何控制到 那些人會看你 這是我未來要研究的事情 今天都睡到黃昭白眼 理論上 會有一個直播 而且開始要買菜 因為雪櫃都沒什麼菜 好像只剩一盆雞 等下可能會煎掉 都吃得多久 不知道買了整個星期 這些菜還有 當然 整個移民過程 還有很多任務要做 B1Tax 有些人擔心英文的考試 我都不肯定 我考了UKTax 還欠B1Tax B1Tax理論上 很快 十幾二十分鐘就完成 我只剩下 接下來會在英文的節目裡面 再詳細去研究 去針對性去找這個考試 我正在Walk Up 看多一些文章 希望進修一下英文 以及應該要形成一個習慣 這是我要做的事情 其次就是推介人 昨天看CoCo哥說 入籍要推介人 我兩個 他推介了一個挺有趣的方法 接下來我都可能會試一試 他就說去教會 教會認識人 認識神父 或者是認識那些全教士 理論上他會幫你簽 當然你不要經常撈債 好日都不見你出現 你信不信教也好 你可以去聽聖經 去聽聖經 理論上他認識了你 應該都肯幫你簽一簽 這個也挺好的方法 剛剛看到 這個可能我遲些 擺放在其中一個project 已經有很多project 要做的 這個就不難做的 可以擺放在這裏 這個星期都是 如果有活動的 就會出去玩一下 去闖一下 應該都會定立一至兩天 我看一定不定到 一至兩天出去外出 就是拍有沒有痕 有沒有痕 就很趕天氣 天氣差 也不知道怎麼拍 如果好的話 就盡量 看趨勢 拍多一點 大家喜歡看外景 多過室內的景色 其實是一樣的 我只是室內講廢話 還有室內講廢話 的分別 我做過測試 原來室內高收視 只是同一番言論 當然最好是 一些疑問的話題 有些人比較喜歡聽 疑問、疑英的心態 的問題 出現的問題 話題 今天就即興 說一說 有三年 自己有什麼轉變 香港和英國 兩邊的轉變 人 性格上的轉變 有什麼轉變 可以跟大家簡單說一下 第一個轉變 當然是煮食 以前真的 十指不沾陽春水 現在每次都要下手 上班就出事 說給人慢 好像很久沒有工作 類似這樣 現在當然 每一餐都親力親為 當然有時候煮得好 有時候煮得不好 也都很人之常情 有時候正常 有時候隨便 隨便 然後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在飲食上 因為飲食就是你每天吃的東西 你自己控制 那你就決定自己營養 竟然都沒有輸沒有難 以前就是香港定給我 我今天吃的飲食 我下街吃A B C D 因為你吃的東西 就會形成你是一個什麼人 其實是 大家想想一下 我吃這些東西 他的能量就變成我的能量 我的能量就變成我 成為那個人 現在就是我決定 我吃什麼能量 我吃什麼東西 現在都健康成長 沒有問題 算是這樣的 不會吃到自己 古靈精怪 或者身材走樣 尤其是我退休這個階段 沒有東西做就會 吃少一點 吃少一點就會 我不覺得我自己有 身形很大的改變 在香港反而 你會吃得多 容易肥的 現在都有點肥 肚腩都有點肥 不過就能接受到的情況 很多事情都可以控制 因為你自己飲食 你肚餓才吃 以前不是的 在香港 寶媽說要吃你就要吃 吃那方面我自己很破天荒 的大改變 日常習慣有沒有什麼大改變呢 反而是沒有什麼 譬如我在香港很喜歡看一些動畫 看一些動畫、卡通片 晚上就會做這些事情 現在都會繼續 在香港以前會打機的 但有一段時間 被寶媽長期騷擾 就沒有打 現在重拾了樂趣 反而是 在香港的興趣拿回來做 我現在看回一個對比 以前做不到的興趣拿回來做 不過有一個很大的分別就是 在拍攝上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在拍攝上 以前是一些新聞 逛街的節目 現在全部變成清淡的節目 這是很不同的 有一個很大的改變 因為在英國 你不能再去拍攝 新聞也沒有什麼好報 現在香港的新聞 很普通 但也是一個新的嘗試 新的挑戰 台上也有很大的轉型 然後很多習慣都不同了 例如 譬如 要打你前後軟 這些功夫 以前沒有 以前是不斷拖一下地 現在都不會經常拖 覺得髒才拖 所以你說家務 是封劍尤人 家務也封劍尤人 你覺得髒就做 不用每一個環節都做 不是真的做死你 已經開始適應了 習慣了英國的生活 但是我覺得冬天 如果你說 很大的轉變 香港就四季如下 最初冬天是冷一會 冷一個月左右 這裡不是的 這裡冷三四個月 我現在都要被冬 冬天怎麼辦呢 又冷又黑 要準備個心情 因為每天的日照 可能會越整越短 今天還好 三四點 還有一些日照 遲些都沒有了 然後我又睡得晚 會長期黑夜 基本上 我冬天來說 我平時一早睡覺 第二早起床 又是黑天 長期夜黑 這個時候 會過幾個月 那個性情 都會有少少變化 又是這樣 看看到時有什麼變化 再跟大家說 有冬有性 這裡會很奇特 這裡的冬天 你要想辦法去怎麼過 所以 因為在香港和英國 面對的問題都不同 會令到你的性格 走到另一個方向 在香港 你就很多問題都不用解決 也都不能解決 全部都是挖頭行 想買樓 只要自業 全世界都要自業 不管你是單身 還是有伴侶 還是有子女 都要自業 明遠都做不到 所以是死胡同 在英國 很早就做到 然後突然之間 無重地大了 跟你說 人生的目標已經完成了 那你下一個目標是什麼 完全沒有想過 所以這幾年 我買了樓之後 這兩年 都在摸索 那我人生要做什麼呢 香港曾經賦予大家 永遠追不到的要求 就是買樓 讓你買到樓 好了 接著 有另一個 新的目標給大家 就是買不買樓 現在最新的目標就是 因為你不買 你的資產就會再跌 不知道 跌到底沒有 問題是 我也不敢看 因為香港的市場 我一向都看不明白 即是它是政策市 中國大陸說夠市 那你就蓋吧 但是你不知它什麼時候舊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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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回市場 反應就是一般 即是 但是很害怕 就是 你知道它突然之間 有無端端有 飛了上去 原來樓價真的 你不知 但是 始終現在都是 截爭時期 以及 COVID 之後 後COVID 年代 其實整個世界都很大轉變 所以 香港是越來越難拆 這個地方 750萬人 越來越難拆拆 所以 香港 永遠都在一個迷霧裏面 你說住的時候 那個人的性格 沒有看得那些東西那麼通透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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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做吧 即是做吧 所以 那個人很專注 反而專注 在香港 會賺到夠錢 你是容易賺到夠錢 因為夠專注 因為你已經沒什麼好想 英國反而是你賺不到夠錢 但是有很多方法去花錢 而且 都挺悠閒的 挺自在 因為你花得夠錢 通常都有一個 值得的回報 稍為值得 這裡始終是 民病社會 它的東西都不便宜 即是西方世界 也都不便宜 沒有那些東南亞那些東西那麼便宜 這個也是要留神 他花錢 賠錢 賠錢是賠得很快的 所以 都會形成一個 會計算數 即是買送會計算數 生活會計算數的一個人 很不同 在香港就好像不會怎樣計算數 但都不會使得太多 因為都很想達到賣樓的目標 香港永遠都好像有一個 我覺得最大的變化 就是 我以英最大的變化 就是 我香港永遠有一個 實驗不到的願望 在英國就突然間 你實現了 你做些什麼 你會做些什麼 有種這樣的感覺 至今都還有 我做些什麼 我完成了 完成了買樓這個事業 統一了天下 有種這樣的感覺 即是爆機 好像三國志一樣 爆機 那怎麼辦 然後就要想 沒有想過這麼容易 以前真的覺得遙不可及 沒有想過移民 所以世事如期 永遠都不知道 往後會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堅持 繼續堅持 香港繼續堅持 堅持下去 總會有一天 可能樓市會正常一點 我覺得 香港樓市最終要去到一個 即是 基層買到樓 是吧 然後 普通的業主 亦都能夠 補到值的一個階段 希望有一天 會做到 但這個大城市很難控制 還給這些 好人 李家超 這些人 這些極品的人 去控制 你覺得 還有什麼 會出現 會不會有好轉呢 好人 控制的 香港底下 會不會有好轉呢 當然不會 一個這麼好的人 其實 很多事情 其實在香港 我和這裡的對比很不同 在香港 你會看那些47人的新聞 再會更加應棍 哇 47人坐牢 我們這裡會抽離 沒有那麼著緊 你會怎樣著緊 對不對 又不在當地 都幫不了手 不過自己抽身 就會輕鬆一點 譬如 自己我曾經入過Poly 那現在 警察都 怎樣鬥我 都鬥不到 在英國之中 等等 這個就會少了那個白色恐懼 會不會突然間 在台上說錯一句話 然後被人鬥 這個機率就會更加低 這個也是一個改變 這個言論會自由 會先鬆綁 當然每個人的轉變都不同 我相信 無論是香港 大部分移民的人 都有個翻天覆地的性格上的轉變 理論上都是向好那邊進發的 這樣 說到這裏 謝謝大家